当十号的多重身份在上界彻底曝光,众人的反应都有多震撼。 十号在下界曾死过,但他的名字在上界却非常响亮。 为了避免麻烦,他在上界曾用多个画名闯荡修行。 在三千周的大战中,上界无数教主终于发现这些名字都是十号。 他们的表情有多震撼呢? 十号在上界一直用荒这个画名,这个名字让年轻一代害怕,更是天人族无法洗刷的耻辱。 击败了天人族的优语后,荒的名字在三千周更加响亮。 动漫里常提到的三千周天才大赛,虽然很多人不清楚具体是什么, 但从各教的重视程度,可以感受到他的重要性。 三千周的天才大赛是进入先古一季的唯一机会,每万年才开启一次, 而且这次是最后一次,十号当然不会错过。 但现在他因为名字的问题陷入了僵局,不能使用荒惑自己的真名十号。 在迷茫之中,十号来到了最终。 看到许多同胞阴血脉被欺凌,这一切深深触动了十号的心弦。 毕竟自己和他们一样,同为醉血呀。 想到这里,十号终于给自己添了一个新名,紧醉一字。 在古十族一季前的检验之中,十号的醉血也被检测而出。 醉血凝聚,圣光如炬,冲破天穷,最终滔天的血气凝聚成一个醉字。 这时十号的耳边也响起了本不该出现的声音, 我们不是醉血后人,我们的祖先功高盖世,一直在前沿战斗, 至今还在继续,用血与骨在输血辉煌。 听到这里,十号更加确信了内心的方向,缓缓隐去身形离开现场。 但外界可不太平了,滔天的宏光恐怖无比, 即使相隔百周,也可观望探查,一时之间, 醉舟成为了上界最热闹的地点。 无数天骄怪物来此,想要击杀那位醉血, 就连古代怪胎六冠王宁川也降下法旨。 作为读者,我们清楚所谓的醉,不过是十号一个新的化名, 但外界谁又清楚呢? 醉舟之内涌入了无数外人,一时之间变得生灵涂炭。 十号因为醉舟的现状曾多次出手相救, 不多时在他手中,已经陨落了无数的外界天骄。 数日后,灵界之前,十号进入其中,准备获得前往仙谷的资格, 站住,醉血都给我滚到最后面去,这是羞辱。 外洲之人,竟然限制醉舟本土人,不想让他们进入, 这一切十号自然尽收眼底,但他并未发作, 却没想到,下一刻火云洞与妖龙道门之人,竟然公然对醉舟的子民下手, 这无疑是触碰了十号的逆临,化名为醉的十号, 头顶上滔天的血气,逐渐凝聚成了一个醉字, 此时的十号再无顾忌,他就如同主宰城市间的帝王一般, 以一人之力控杀全场,杀得好啊, 但凡是醉舟本土之人,此时都血气翻涌,感到无比的激动。 下一刻,十号接近古老祭坛,而后猛地转身看向群雄道, 今日有我在此,妖龙道门,罗浮真谷,火云洞等, 你们这些道统,一个人都别想登坛,谁敢靠近一步,杀无赦, 所有人都震撼,最强大的几个道统被拒之门外, 就在众人怀疑十号是否拖大了之时, 他再一次以逆天的战力,诠释了什么叫做修道而生。 数以万计的尊者涌上祭坛,十号以原神划出一剑, 一个人将八个方位的人全部拦截其中, 但凡敢强行闯关之人,下一瞬都会伸手一触,全场接计。 妖龙道门数位道统之人,平日里蛮横无比, 认为自己就是比罪血后代高人一等, 但此时这种事对他们来说,就像天塌了一样,不可思议。 十号一夫当官,俯视着下方,数十万的尊者仰望着前方的罪, 但僵局只是暂时的,终于有人向上袭杀而来, 但随着十号的出手,他们的眼中便只剩下了恐惧, 甚至一位女子因此直接自我了结,又有六人手中拿着法宝而至, 这六人身份极为特殊,竟然是奉六冠王宁川之名前来击杀罪。 六块强大的宝谷带着滔天的杀意袭来, 威势恐怖无比,甚至可以比拟六位强大的初代。 无数人赞叹着六冠王的强大,也有人在可惜十号, 认为他接下来会死去,成为一具枯骨。 那六名男子更让十号自我了断,说完了吗? 如果仅仅如此,那么你们可以去死了。 十号笑道,下一刻,他的身体万法不侵, 宝谷也被十号摧毁,前方的六人也从哮喘转为了哭, 十号闪电般的出手将六人击杀,终于十号开始攀登祭坛, 一步步地向前而去,创下数十万年来最为恐怖的记录, 身后的罪州之人早已沸腾,高声咆哮着罪的名字, 这个神一样的人给了他们希望,被欺凌了百万年的罪州子民, 恐怕早就忘了什么叫血性。 这时十号的出现,无疑是将他们全部打醒了。 另一边,十号破关进入仙谷之中,外界早就难以平静, 无数教主共同发力,催动三千半大道之花,呈现出了仙谷内的情况。 罪这个名字如今已是响彻天穷。 随着数位教主将这个名字刻下, 十号的面容显现在石碑之上,顿时无数人咬牙切齿, 正是这位少年横插一脚,导致他们失去了进入仙谷的机会, 而更好看的还在后头。 像诸位一样,大家都期待着荒河十号的出现, 教主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,荒在何处? 看看他的踪迹。 有教主低声说道, 随着名字被刻下, 十号的脸庞却再次出现在石碑之中。 仙谷之内, 重统者的重现, 让他们想起了下界的那个怪物。 有人竟然将十号的名字刻下, 十号的面容第三次出现在石碑之内, 外面的教主们此时都感到无言了, 醉与慌, 还有十号竟然是一人。 无数的教主苦恼, 暴怒, 因为这些年来和十号的恩怨, 让他们的脸色都变得阴沉难看。 忽然十号对着所有人露齿一笑, 分外的阳光, 牙齿洁白, 眼睛清澈, 其中还带着几分玩味。 看到这里, 外界更难太平了, 一声声怒吼和咆哮传出, 但身为当事人的十号, 却还是我行我素, 甚至还开口说出了, 往日的浩天也是自己。 听到这里, 诸多教主已经气得无法言语, 但十号却缓缓消失了。